《行雄》 作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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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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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정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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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ib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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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style 編曲 編曲 所心想的缺不得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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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该等的 所有人都说你心狠手辣 只有我知道其实你心最软 小镜子 燕头领 对不起啊 都是因为我太冲动了 所以你才嗨了打 你不知道 刚刚刚你挨板子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心疼 我恨不得上去替你挨两下 又没有人拦着你 那 那当时那么多人在 我这不是怕又被挨上造次的罪名吗 燕头领你放心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 你今天救了我一命 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小强子的老大 我以后就以你马斋势手 马首是斩 马首是斩 只要你不再给我惹祸 我就谢天谢地了 你放心 不会了我保证 曲太医要呢 稍等 我来吧 曲太医 既然他是为了我受的伤 也应该是我做的 那就要劳了 应该的 那一份 照顾好老大 你怎么受了这么多伤啊燕头领 这条很长很长的伤口 是怎么来的 不小心划的 那这个呢 训练的时候送他 那这个呢 忘了 这有一个新的伤口 怎么弄的 被狗咬的 被狗咬了 这咬痕也不像啊 受了这么多伤肯定很疼吧 吹吹就不疼了 吹吹 记住 以后受伤的时候 吹吹就不疼了 嗯 燕头领 你对我这么好 咱们今天在卫国宫那吃得亏 不能白吃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机会 帮你报复回来的 还想我爱他的不够 你是为了我才受法的 这份情谊 我不会忘记他 那你好好休息 谢谢 他定不会善办甘休 不能让他独自冒险 怎么样 玉树临风 不愧是朕清风的妒举 来 这个给你 皇上 你也太小夹子气了 配不上我的身份 你给我整个 这么大的 好 下次给你整个 这么大的 让你背着 行 对了皇上 我有一个办法 既可以解决 签与未军饷的问题 还可以解决 你手里没签的问题 过来过来过来 就是 不好吧 那毕竟是我表叔啊 表叔重要银子重要 当然银子重要了 这不就得了 放心吧皇上 只要给我一道圣旨 这事 交给我 行吧 来 咱们说好了 回头要是出事了 你可千万别把朕供出来了 快 跟上跟上 快快快快快 快 跟上 劳烦通报医生 江南税银已到 是 请大人清点接收 好 这江南的税银 怎么会提前到呢 说是 走得碌碌 没走水路 所以提前到了一天 打开看看 来 下官参见魏大人 税银已交接完毕 劳烦您签个字 好 知道该怎么做吧 放心 老爷 一切都安排好了 按老规矩来 送一半 生一半 燕长云啊 燕长云 你以为派几个人 到我府上闹事 就能把我怎么样了 这军响我想什么时候发 就什么时候发 快点 快点 送走得麻利点 搬出来了吗 给我住手 你们要干什么 燕长云 你不好好在家养伤 到我府里来干什么 千云未奉旨 协助魏国公 将此次江南税银入库 不必了 税银我都清点完毕 马上就要入国库了 不烦劳你们了 请回吧 老大 那我们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 不过呢 我等也是奉皇上命令 总要例行公务检查一番才是 还请魏国公见谅 继续清点 是 老大 这睡颜不对劲 好像是假的 咽一咽 好 假的 敢问魏国公是如何清点的 就是啊 正假的银子都没能查出来 真的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 这些银子 昨日运到府里到现在 没有人动过 肯定是从江南运过来的时候 就是假的 江南负责押送的人员 可是跟您府上的人确认过才离开的 银子在魏国公府过了一夜 就出现了假银 这怎么能怪别人呢 有人要害我 老爷 这些银子 我根本就没有看过 来人 搜查魏国公府 看看税银还在不在 是 慢 这是国公府 你们不能随便搜 国公爷 我这也是想还你一个清白 搜 是 就是这行 他走 是 老大 瞬意没查到 倒是查到了不少酷银 魏国公私藏酷银 好大的胆子 这次本想通过银子查猪银粉 顺便查魏国公 贩卖猪银粉货物的证据 结果只查到魏国公贪污 没查到猪银粉 他们潜伏了那么多年 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发现 不过小强子的那招偷梁换猪 还真把兄弟们的军饷 给找回来了 他倒是有点小聪明 算准了魏国公贪财 燕头流 老大 这小强子又来找你干吗 估计是觉得钱多 花不出去难受吧 你先出去 我来帮帮他 我拿到了一百零二两 一分不少 那恭喜你啊 有事吗 就其实 就解药嘛 原来是解药的事啊 对对对 您之前不是说解药十两银子一颗 我这有一百两 购买十颗的 但是 能不能看在我一次性 购买这么多的份上 您大发慈悲 再让给我三颗啊 这 求你了老大 人命关天 好吧 谢谢老大 这年头 想活命先破产 好 刘一道 你吃什么呢 这么贵重的东西 你当糖吃啊 最近我不是胃口不好吗 特意找屈太医 要点山楂丸开胃 你也吃这个 你说这啥 山楂丸 这个该死的燕长云 这是山楂丸 不是解药 是 你还敢承认 燕长云 你就是个大骗子 我都快死了 你还拿假药骗我 你的新人石头长得慢 你不要给我解释了 事情是这样的 你不要给我解释了 解释就是掩饰 掩饰就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那么全任性地信任你 为了活命我偶心力血去赚钱 却拿假药骗我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关心我的心 刺火 是不是啊 我错信你了 燕长云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解药 没有 小瞧的 你 老大 老大 阿成 你觉得我做错了吗 老大我们 本来是想利用小强的 结果他这次帮了咱们这么多 你这样子骗的 确实有些过分 我把他留在身边 明明是为了得到余半侄的秘密 可为什么 这个燕长云 他是人吗 这也太不同人性了吧 这个给你 这是什么 好 以后如果遇到危险 只要吹响他 我就会立刻赶到 你可别误会啊 谦以为每个人都有 我还要一试 你休息吧 不用疼我了 这什么破坏啊 就拿这个糊弄我 如今国库空虚 不知哪位爱卿 能够接替魏国公 掌管国库 充盈国库 造福我南国啊 正所谓 再其位谋其政 按照我朝旧里 国库本该交由户部 臣以为 户部尚书 韩大人就最为合适 既然如此 韩大人 你可莫要辜负 朕与萧丞相的期望啊 遵旨 朕其位时因年幼 内堂也在魏国公手里 如今朕内堂 便由朕亲自管理吧 不简融 不简融 明朕 因为我才发 Shin 搜捕 搞得百姓人心惶惶 民不安生 却只拔出了魏国公 这一颗毒瘤啊 萧丞相这是什么意思 你查朱印粉这么久了 却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是不是有些 说不过去啊 皇上 臣以为 如果燕统领 没这个能力查下去 不如将此事 交于刑部 丞相说得有理 臣同意 刑部已经开始准备接官此案 你找个机会 安排方游越狱 咱们好不容易抓二个人 万一被对方面口怎么办 他的死活我不管 我要的是幕后之人出现 之前我们已经搭扫清舌 现在我们将案子交给刑部 正是他们放松警惕的时候 去哪儿啊你 这么晚才回来 怎么 我现在去哪儿都要报备吗 之前我怎么没觉得 你们把我当 倩以为的人看 所以我的事 跟你们有关系吗 老大 天交就是脾气 来得快去得快 过两天就好了 你别放心着 老大 天交就是脾气 来得快去得快 来得快去得快 你别放心着 老六 老三药 小哥 你认错了 老六是我爹 老六 老三药 您吃的那三药是哪三药 玄索粉 白姜虾 烧肉腐干 玄索粉水一烫就行 别煮太老了 多放香醋和辣椒 不要松花啊 白姜虾的杖汁用小碗盛上 他喜欢站着吃 烧肉腐干 选肥肉相间的 好嘞 二位稍等 多谢 这不是北莽黄山的麻奶酒吗 你不是一直舍不得喝吗 也分时候 什么时候 你生气的时候 老大 你说这话就严重了 我自罚一杯 老大 其实 我想通了 那本来就是我爹的错 那就算你把这话告诉了我 我总不能去抄自己的家吧 老大 我再敬你一杯 来 谢谢老大 我的银子没了 棍儿也没了 全没了 你个兔崽子 你还回来呀 你还有这个家吗 啊 我辛辛苦苦地给你攒家业 攒老婆本 可你呢 哥们丑子往外拐 爹 老婆本我自己能攒 你传地满身的酒气 家里出来这么大的事 你还在外边鬼混 滚 滚 爹 我滚了谁给你养老送终啊 我早说过 爱才可以 但得取之有道 没了就没了吧 以后啊 你就在家安安生生过日子 所以你就和燕长远 一起来算计你老子 要是我插手此事的话 那可就不值拿走这些了 我可记得你藏了不少零花钱 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难不成你还会去要饭啊 就是要饭 也给你带钱呗 拿着碗腰啊 要饭不至于 铺子我都给你买好了 你不是一直爱做生意吗 现在可以放心地去做了 这哪儿来的钱 平时你给的零花钱 爹 你就去找一个小生意 正经地买卖 去做一做 亏了咱们不打劲 我还有乐器能养你 钱咱虽然没了 但人还在 留得青山子 不怕被斩烧啊 二十岁啊 爹哥就全靠你了 老大呢 你怎么踩起床啊 魏天娇 愁你这德行 是跟老大和好啦 瞧你这话说的 我跟老大什么时候生过气啊 玉谷哨 你哪儿来的 偷拿老大东西可不好啊 谁偷了 人家自己给我的好不好 再说了不就是个破哨子吗 至于这么惊讶吗 一个破哨子 你懂什么 这可是老大的珍藏 我要多少次都没给我 你可别误会啊 千万万每个人都有 那 他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唏嘘呗 送我点东西也是应该的吧 他也对不起我 我怎么没有啊 要不 我帮你把他叫来问问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这刹子真这么好用啊 没事 没事 我就试试 你吹哨子 就是为了证明这哨子有用 不是 他找你 老大 你也对不起我 我的礼物呢 我 我 这就去准备 谢谢老大 原来他这么重视我啊 瞧瞧 这是什么 这不是老大最稀罕的那把扇子吗 对了 你这从哪儿弄了 老大给的呀 不可能 老大凭什么给你 看我表现好给的呀 这不是很正常吗 快点 老大 我们也要 老大 我也要啊 谢谢老大 谢谢老大 老大 都是兄弟 应该的 我就说老大不是狗吧 就是没碰到合适的机会 没碰到合适的机会 你看 送我这宝贝多好 我 又怎么了 燕头灵 你来得也太慢了 我都等累了 你给我倒杯水呗 我渴了 在那儿 不到啊 不到也行 看来这千语位都君 说话也不好使啊 那皇上要是问起来 我就只好实话实说喽 皇上要是知道 千语位只听将令 不听皇令 注意态度啊 注意态度啊 哎呀 燕头灵 你去哪儿啊 我在这儿当秋千呢 我腿勾不着地 你帮我推退呗 你别太过分啊 你别太过分啊 我还以为千语位都君 有多大的权力呢 那我去问问皇上吧 等我笑 我又不想当了 你别太过分啊 燕头灵 你脸色怎么这么不好呀 是不是因为 现在伺候了一个独军 所以心情不爽啊 听命行事 又怎么会不爽 皇上给的 大契马 以后你要好好听命行事哦 你怎么会不爽 燕头灵 这些都是弟兄们的衣服 辛苦你帮兄弟们洗一下 你也得理解我呀 我这也是 放命行事 都坐 都坐 坐下吃 坐 道哥 是叫你来吃饭的吗 我是叫你来 给我朋友们弄点青菜 去啊 来 燕头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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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头灵来了 瞧我这一顿等的 我刚刚呢 带弟兄们再签一杯逛了逛 现在是腰也酸腿野套 给我捏捏 不是 燕头灵 你如此不体虚下说 看来还失误 工作没做到位 我现在就去跟皇上说 你误会了 刚才是失误 燕头灵的悟性不错嘛 这些人 即便以后做不了 建与为同僚 也一定能靠这份手艺 好好养活自己 小刀子 走 我别捏了 我饿了 好嘞 干啥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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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强子 最近可是越来越嚣张了 对呀 居然敢这么欺负老大 等几天老大忍无可忍 有他好果子吃 以后看到他还躲着点吧 不过估计也嚣张不了几天了 咱们以后 省得有点事 我真的那么过分吗 就算我做得有点过分了 但吃了我小强子亲手摘的果子 总能消气了吧 你也不肯定人ゼロー 你也会肯定人跟坠道 我都不会扔你 你不能说我 这你不肯定人 你自身 是别人 肯定人 谁帮你 还是没听见啊 怎么还不来啊 小心 你爬那么高干吗 怎么是你啊 不然你以为是谁呢 你快下来 危险 你别怕 朕接着你 来 不行 你小心点 皇上 皇上 你怎么在这儿 近日朕拿到了那堂钥匙 想找你庆祝一下 想不想出宫去 想不想去吗 走吧 走 走 走 小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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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得出宫一趟你开心一点儿 那我可不客气啦 别客气 那我可不客气啦 这个好看 这个也好看 怎么办呢 买呀 都买呀 都买呀 谢谢公子 公子真好 小强子 你一个男的买这么多手势干嘛 干嘛 收藏啊 我有这个癖好 好吧 是 二十公子啊 瞧一瞧 客人好眼光啊 这东西啊叫软凝膏 用了以后啊 保管您的玉手光滑细嫩 您试试 您试试 小强子 想不到你挺会保养的呀 难怪手嫩的 跟女人似的 保养不分男女 公子 辛苦付钱 别闹了啊 再闹啊 千语卫就来抓你了啊 千语卫的人都很凶的 你不怕吗 谢谢公子 我说这位姐姐 千语卫是保护老百姓的 她不吃人 小朋友 皇城重地天子脚下 有困难找千语卫 有麻烦找燕长云 她什么都能做 也愿意为大家效劳 为皇上服务 为百姓服务 这是千语卫的宗旨 记住了吗 还愿找千语卫 快走快走 这人有病 没想到啊 你还挺维护千语卫的 那当然了 千语卫代表了皇上的姓香 总不能让老百姓 害怕皇上吧 说得有道理 所以 不如干脆就让千语卫 代替皇上 好好服务一下老百姓 噗响 卫代替安 日外 人海茫茫 路漫漫有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讲往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暮色望临散月光复丽莎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有柔畅情自长心脏 秋刀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姑妈嫌疑只为举你红妆 曾爱尽情爱最难放 为你说断今生又何妨 我把这温柔私藏 与你醉一场 我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险扰乱我轻放 不伤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属陷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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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 把你放心上 不伤不悔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若只能与你痴爱一场 何惧风雪扰乱我心房 不伤不悔 不悔 不悔 是为你衷肠 若与你属陷满之情长 何控世事的山东水长 一念 一梦 你属 spl如 碳你放心上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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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六夜